女孩一个人正在骑马 可以抬头 她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一个呲牙咧嘴的老女人 突然大喊着她的名字 并快速地朝她袭来 安妮健壮 立马吓得转头就跑 因为女人的样子不仅凶声恶煞 而且还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就这样不知跑了多久 终于 安妮摆脱掉了女人跑回家中 她惊慌失措地扑到未婚夫的怀里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自己刚才正在被一个恶魔追赶 而且那个人还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显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可他们还是安慰着安妮 并决定报警处理此事 而未婚夫则开玩笑地表示 也许那个女人是来给我们送祝福的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 门外却突然传来声响 安妮非常害怕 认为肯定是老女人追了上来 可就当父亲准备开门的时候 闯进来的却是一个男人 没想到安妮的前男友竟找上门来 原来全家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 于是就把安妮许配 作为银行支援的未婚夫 前男友迫切地抱住安妮 表示自己真的离不开她 希望她可以和未婚夫取消婚约 此时的安妮低着头沉默不语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而未婚夫在一旁再也忍得下去 怕着急的就要把前男友赶走 可没想到自己却被对方一拳打倒 眼看事情愈演愈烈 最后父亲竟直接拿出手枪 这才迫使前男友离开 到了晚上 婚礼晚会如约进行 安妮站在门口心不在焉 未婚夫见词 赶忙贴心地询问她怎么回事 可安妮却强颜欢笑 表示只是想一个人在外面待会儿 可没成想 未婚夫的前脚刚走 前男友就从一旁的草坪跑了出来 此时的安妮 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内心 她兴奋地跑过去和男友抱在一起 决定要在今晚的婚礼上和前男友私奔 但安妮绝对想不到 她的这个决定会让自己后悔一辈子 三十年过去了 安妮和前男友生活在了一起 可她的生活却变得一团乱麻 因为那个二流子男友 把他们的农场搞得全部破产 还经常对安妮酗酒家暴 这让安妮非常后悔曾经的选择 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那么一定不会选择她 可现在的安妮已不再是曾经的小姑娘 只想赶紧离开这个二流子老公 突然 安妮发疯一样地跑出门外 她骑上门口的黑马 向着小时候经常骑马地山头跑去 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年轻的自己 很快她就跑到了山头上面 而她也在这里 遇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原来安妮结婚时曾经遇到的老女人 竟然就是现在的自己 此时的安妮只想拼命追上过去 想和她把事情解释清楚 可显然这一切都是徒劳 因为曾经的她 也遇到过未来的自己 这就是一个轮回而已 时间也不会再给你反悔的机会 就像我那样的事了 我有一天就要对我